今天我们要介绍如何把制作好的影片上传到YouTube 所以呢当然首先你的YouTube一定要有一个属于你的账号 这个账号通常需要开通一定的时间才可以让你进行这个上传的动作 那因为我已经开通了一阵子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做这个手续了 那它的上传的地方呢就在这个界面的右上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只要直接选择上传影片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制作好的影片直接用拖曳的方式进行上传 所以我把我做好的影片直接丢进来 那我丢进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为这个影片输入我想要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title 比方说我们今天这个影片的主题是 Point Office的一个软体介绍 那我就把我的标题Key上去 那你要想清楚它可能还要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内容 你也可以在这里面去做一下相关的一些说明 那在下面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放上去你觉得很适合宣传这个影片的一个说图 这样大家在进行这个影片搜寻的时候就可能会因为你的这个说图很吸引人而进行 选择这个影片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图的选择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在下面这个地方呢 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个适当的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你也可以自己新增 那像我已经新增了很多个不同的清单 所以你就可以依据你建立好的清单去对你的影片去做一个分门别类 那像这个是跟荧幕录制有关或者是PowerPoint有关的 那你就可以去构选你想要它放进来的一个清单 那因为我这个软体是跟荧幕录制有关 所以我就选择荧幕录制的这个部分 按完成 然后这边直接选择下一步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我刚刚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它一直在进行这个上传的动作 所以它也显示它还在处理这个影片 那下面会有一个讯息告诉你它处理的的一个进度 那你也可以不管它 你就让它慢慢去做处理的动作就可以了 那我就直接按下一步 然后它就必须要你填入一些资料 比方说这个影片是不是为儿童打造或者是不是 那因为我这个影片是可以否说有人 所以我就选择不是 那如果你选择为儿童打造的话 它还会有后续的一些选项要你购选 比方说你有没有出现一些不适合儿童看的这些内容 或者是违反一些儿童相关的法令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选择第一个是为儿童打造的一个影片的话 它内容限制会比较多一点点 好了之后再按下一步 然后这个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决定你要不要去做一些选择新增结束的画面 或者是新增资讯卡的内容 那这些是什么我们会之后再进行介绍 所以我先skip它不管它 那我就选择下一步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你在公开 你在公布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是希望只有你看得到 或者是给别人连结别人就看得到 或者是所有的人都看得到 那你就可以依据你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那像我这个影片是完全没有这个 涉及到违反别人版权的问题 所以呢我选择它可以公开 那选好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发布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发现它下面已经处理完毕了 所以我选择发布之后呢 我就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它已经出现一个连结了 好我们就可以直接按这个连结 那就可以发现这个影片已经制作完成 而且也上传成功了 那这大概就是YouTube影片的一个上传的一个介绍 大家好 今天也要介绍 那希望今天的介绍你会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